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符合大家这些胃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设计是一个非常难懂的话题的话 那么就是错了 因为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真正的设计师是什么样子的 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我创办了一手设计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从2009年开始为设计师服务的 因为设计师要需要补充灵感 要需要丰富自己的视野 那么我们就以设计师的视角 为设计师拓展他的思维思路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品牌设计师 工作也将近十年了 虽然看着可能我年龄不大 但是服务的客户也很多 有政府的 有集团的等等等等 在这期间也接触过很多的设计师 设计公司 有的归用比较大 有的比较完善 有的比较完整 甚至有一些单打独斗的设计师 但是很多设计师的心目中 一定会有一位自己的神 相信在座的各位 不是设计师 也会认为史蒂芬·乔布斯 可能是一个设计界的 一个灵魂人物 那么这张图片所展示的就是 百年以来 99位世界知名的设计师 诚诚地说是98位 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我也放进来了 可能眼神好的同学已经看到了 就是演Light to Me的主角 Lightman 为什么我觉得他也是设计师呢 稍后我们会解答 第一个话题呢 我想先给大家普及一个观点 就是设计师到底是来自什么星球的 有同学乐了 这个都是地球人 怎么会来自什么星球呢 继续往后看 通常情况下生活中我们会管设计师叫什么 designer 设计师 OK 但实际情况下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设计师会被叫做 比如说我姓童 童设计 张设计 李设计 甚至还有完全忘记了设计师的名字 做图的 剔图的 搞设计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给我的家人解释不明白我在做什么 他们只是成天看到我在电脑前鼓刀 所以他们就管我叫鼓刀电脑了 到以后呢 又演变成了设计师设计狗 设计狗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是属于单身狗的一个品种 一会儿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话题就会提到 我们设计师的电脑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卡掉 当机 那我们稍等一下 直接给我放到了最后一页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讲到最后一页 今天有设计师来吗 真正的设计师 从事设计工作的 有吗 没有 那么可能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心中怀传了一个梦想 想从事设计行业的话 可能看了今天这个PPT 你可能会失去信心 不是打击大家 不是打击大家 是因为设计这个行业真的很苦 很苦 那我们继续 那通常情况下呢 是很苦的 我们大家看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图片 虽然是来自一些国外有人提供的素材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设计师背后呢 都有一群指点江山的大神 但是呢我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每一个设计师的表情几乎是一样的 四个字的话就是身无可恋 虽然可能今天的投影的清晰度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态 这是折磨设计师的六段话 我不念了 因为我心里很痛苦 经常会听到大家提起来这几句话 还有更痛苦的 我有一个同事 他从事设计提案工作 他经常说客户总想要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后来他就给我吐槽说 怎么才能眼前一亮 就是把关着灯的房间突然打开灯 这样大家都会眼前一亮 让我也是很发自内心的觉得很郁闷 那如果把设计师比作喵型人和汪型人 大家认为设计师更倾向于哪个品种啊 汪型人 欢托 忠诚 善守 任劳 任怨 喵型人 散漫 崇尚自由 特立独行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设计师是强迫正兴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纠集 眼睛很毒 甚至还有时候会异想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可以后续在一所设计的网站 了解更多内容 这是我们普通人眼中的世界 充满了凌乱吧 可以说凌乱 我们可以随便盯着一张图 看三秒钟就会发现不适应的地方 这是设计师眼中的世界 他希望成为的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是井然有序的 从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设计师最主要的六大特点 个性独立思维开放 情感细腻 幽默乐观 涉猎广泛 严谨细致 但并不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会有幽默感 也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严谨细致 但是至少 个性 情感 涉猎 思维 这几点都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 我个人得出一个结论 怎么来定义设计师 设定价值 即使传播 诗 诗说解惑 只要具备这三点能力的人 都可以成为设计师 这也解释了我们一开始 98位设计师 有一位冒牌货的这个道理 有取舍懂安排便是非 那么说到设计师呢 因为设计师确实是生活在地球上 他也不是一个含有物种 需要通过生活来丰富自己的阅历 所以我们通常会给设计师一个定义 就是生活的艺术家 我们来看两张图片 左边呢是一个艺术品 右边是一个设计 左边是一个艺术品 右边是一个设计 左边艺术品 右边设计 左边艺术品 右边设计 不知道大家内心 是怎么感受这四组图片的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艺术和设计做一个分割 设计呢 一定是艺术的一种 但是呢 又不完全包含在艺术范畴之内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范畴 加一个界限 就是美 丑 对 错 非常 简单粗暴的这么一个分法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 艺术 我们可以 认为它是对 或者错的 或者说 艺术本身没有对 错 艺术呢 是无限趋近于美 但是呢 分析 看待这个艺术品的人的观点 和它的阅历不同 对艺术品的认知也不同 你可能认为它很美 但是有人认为它很丑 但是设计却完全不同 它一定是要建立在逻辑正确的基础之上 所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而且是无限趋近于美的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看到很多 很丑的设计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不够正确 不够符合逻辑 这是一个典型的设计师的思维习惯 是以美学为核心 通过思考 创造 行动 最后眼见为实 形成一个完整的结论 或者结果 或者产品 或者意识 那好了 聊到这儿 刚才我们也提了很多很多设计师的烦恼 这是一名普通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吧 我们限定一下 他所阅读书籍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后面还有一点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 剑翘炎的防御治疗这个阶段 因为从事设计工作 每天超过十小时的 都是要坐在电脑前面去工作 会有很多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全国猝死的人当中 有0.23%是设计师 或者是记者 或者是从事新闻行业 很恐怖的 困扰设计师的三个主要问题 大家可能有的都在网上看到过这张图片 类似的 就是要好要快还要便宜 那这对应的结果 不言而喻 那甚至还有人强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设计师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设计 感兴趣你吃饭 尽量会有这样的 也会提到这样的 OK 刚才话题 引设到了我们今天的演讲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不知道 这个是平面设计师 最常用的一个软件 Footoshop 全球的设计师都用的 这是他的一个工作界面 怎么样很简单吧 一张白纸 这是设计师最怕看到的一个弹窗 我给大家念一下 上面的小字很抗清 Adobe Photoshop CC 已停止工作 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甚至于是这样 为什么说设计师苦逼呢 因为他们不仅要面临着 各种方面的压力 还要面临诸如刚才大家看到的 来自设备的压力 我们很多设计师 没有保存文件的习惯 可能工作了一天以后 是否保存点了一个否 也有这样的人 很痛苦 每一个设计师呢 都有一个理想当中的工作状态 这是我所理想当中的工作状态 看上去很帅吧 很酷吧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很高级的电脑 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 等等等等 但现实生活中呢 这是一个普通设计师的 一个办公环境 这看起来像是他家里的一角 继续 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 对吧 这是我所走访过的 中国国内大型设计师 设计公司办公的状态 大家不要笑 真的是这样 尤其是企鹅村啊 他们